這個 長院長 王主堅 王老師 還有我們吳慧成老師 各位來自全省更利業界的各位好朋友 還有我們同學們 大家早 大家高尚 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代表我們高三大蕾來辦理這個阿拉斯加海鮮料理的一個研討會 我們樓校長今天要親自來主持這個Opening的開幕式 但是因為他今天安排體檢在台中 要我跟各位表示歡迎在這邊歡迎各位到高三來 我個人在學校裡面擔任副校長 王主 在台灣飲食文化研究所教課 教這個飲食文化的課 那世界飲食裡面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歐洲的 美國的 還有其他世界各國的 不管是肉類的 海鮮的 我們都有讓很多好朋友來參與 那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跟AIT來合作 AIT跟我們長年合作歷任的處長跟我們的關係都非常好 尤其不管是推動 推廣肉類的這個產品 不管是煮好酒 不管是海鮮 那今天海鮮是第一次來推動這個料理的一個研討會示範 那我想透過這個活動呢 其實我們在美國有非常好的海鮮的這個種類 比較像吳秋冰山那邊在Crab 那個他們的螃蟹啊 還有我們常年比較吃的是亞洲部分的一些龍蝦 那今天他是要介紹波士頓的龍蝦 波士頓龍蝦這幾年 一直也都從美國銷售到世界各地 透過我們WTO的一些機器 那我覺得說他的口感上還有很多的料理的可能會慢慢會調整 改變我們很多國人的消費海鮮的習慣 那海鮮是我們台灣菜裡面非常重要的食材 我常常在教課跟同學講 我們台灣菜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是真的是海鮮鍋 從拼盤開始一直到這個大的菜裡面大概半多了 大概所有的海鮮大概都非常多 那第二個第二個就是我們湯 湯品很多 從漁市跟開始一直到這個 從這個活跳牆一直到這個海鮮龍湯啊 還有這個很多的這個魚丸湯等等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口味上我們比較 注重那個湯的那個甜味跟它的那個口感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原味現在調出來的這個原味的這個湯 湯品跟糖的那個口味會比較重一點 甚至於過去我們都加很多的味精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21世紀來很多的海鮮料理 在台灣人做大量的推動 我常常講開店 可能在台灣來講以海鮮為主的這個產品 你推出來的料理 它的耐久度會比較長 耐久度會比較長 尤其在local地區的話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非常 非常招勁有這個機會跟AIT來合作 我們非常謝謝我們西廚系 還有我們廚藝學院的各位同仁們 一起來共同來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他們也準備滿久的 我們也希望今天到將近兩點鐘的活動 會非常順利圓滿 在這邊也要謝謝我們美國在來 學會高雄辦事處的我們處長 還有我們AIT的副部長 還有各位貴賓 今天的蒂林指導 在這邊也祝我們今天的 這個研討會非常順利 也滿成功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高山大來的話 我們也希望你除了來參加研討會之外 我們校園很多的美景 也給我們欣賞欣賞 春天剛好 秋天剛好我們新的 這個 一季的開學 這個禮拜剛好 聘給禮拜上課 那也是有很多新生在這邊 也一起來歡迎各位 祝福我們今天的研討會 順利的滿成功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 班戶小長的歡迎此 讓我們接下來 歡迎美國在來協會 高雄辦事處的處長 Mr.Kaley Obama 我借領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will come the 高雄 branch the director Kaley Obama 謝謝 謝謝 歡迎Fushado Emily 各位在現場的貴賓 在座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請您代表 畢國財大學位 各種特殊 來參加 你的這類活動 我給感謝 各個參與大學 很快 在此時的所在 來交代各位 掌握一下 掌握一下 掌握給各位 首先 我要感謝 美國在台學會 農業 麻衛黃色區 的要求 也要特別感謝 Emily 和她 優秀的團隊 努力 精心 策劃 主辦 這場 研討會 在我擔任 外交館之前 也就是 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有幾個學長 想又跟我弟弟 一起在 阿拉斯加 讀 我希望 吃飲 也有一點 了解 你的學生 所以 我知道 今天 你很會 所要 推廣的 產品 都是 我們 美國是 最棒的 海鮮食材 除了 阿拉斯加的 影機 抵抗威 之外 還有 著名的 博士頓 和沙克 與美東的 糖培 我們將在 這個年糖培中 深度 看 這三種 我們 當代 阿仙實在 與台灣 當地 的 去國 搭配 並透過 互動 替阿噴 談 請大家 現場 呈現的 方式 來 促進 我們 希望 通過 這條 會 把 新鮮 健康 多樣化的 美國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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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整個狗法的 精湛 國語 台語 還有英文 我想大家都聽得懂嗎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中國和台灣人 非常感謝 我們熱熱掌聲 謝謝她 各位先生 我們再次的歡迎 美國在台學會 農業管輸處的 副主長 Mr.Everly Scott Supu Lee Supu Lee Supu Lee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對於其 我的專門 是不太好 因為我 搬到台灣 差不多 三個星期以前 所以我的專門 是不太好 美國在台學會 高雄本市區 歐杰林 區長 高雄三路大學 韓府 教長 張元長 和 Gregory Harris 各位回遍大家好 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高雄 代表美國在台學會 農業族 來增加 高雄三路大學的 美國當代 海鮮 道理 研討會 我們很高興 南國和台灣 今天的 三路水晶 高雄三路大學 一起來 匯廣 有兩個 有兩個 美國海鮮 產品 我要再 一次感謝 高雄三路大學 以及 各位回憑 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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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我祝福美國當代 海鮮 李 楊 桃 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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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Everine Scott 非常謝謝 Everine小姐 我想我們中文老師 潘校長 潘虎小長在這邊 潘虎小長聽得懂嗎 講得很好 大家都聽得懂 謝謝 非常完美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國立高雄參與大學的 廚藝學院的院長 長清零長 院長 長博士 我們 Will come Generine Good morning Our English guests Chief Mr. Obama Mr. Harris Mrs. Scott Mrs. Scott of AIT Our industry partners Our dear colleagues Vice President Dr.Pan John And David And our beloved students Good morning We are so delighted to have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organize American Seafood Seminar 我們在MKUHT在臉書中 在臉書中有所有的學員、工作人員、學員 我們不願意大家 享受這早上的美麗時間 感謝大家的麗麟 我想代表高雄參與大學 整個廚藝學院 歡迎大家的麗麟 那當然今天的這個活動 我們非常感謝AIT 提供所有的贊助 包括食材還有經費 那當然今天的活動呢 我想也要特別介紹 能夠促成 不好意思我剛忘了我們的那個 蘇小姐 不好意思 也謝謝蘇小姐的這個支援 我想今天這個活動呢 可是在我們的廚藝學院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西廚系的 王如堅王博士 還有我們的待會兒今天的靈魂人物 就是屠國城屠師傅 他會做今天的一個示範 跟那個一個解說 所以歡迎大家也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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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熱烈的掌聲 歡迎 我們的 永生海洋 股運有限公司 習成毅 習先生 為我們介紹 國王歸宜 我們在此 謝謝習先生的精采介紹 特別感謝 永生股運有限公司 贊助 這次的活動 活動所用的那隻衛生龜 特別公益來談 謝謝他 謝謝王老師 那個 IT的各位長官 高層大的 副校長 還有院長 還有各位 叔叔們 大家好 我是永生海洋學生運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海鮮 剛才今天的主題不是我講什麼 而是待會兒大家 在我們這個主義界 我們王老師跟復師傅 其實準備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替他基金準備出來的這個菜養 那我想大家都是這個 餐飲界裡面的這個精英 所以這個食材的好快 依否 待會兒我想 我們可以自己來品嘗 那我今天能夠 我們用短短的20分鐘的時間 要來介紹這個海鮮 事實上能夠介紹的非常的少 那我能 我跟你講今天 我們會重點放在這個鮭魚的介紹 那事實上今天 我的了解是 我們準備了 有包括 帝王蟹 有包括 山沛 包括奧斯坦 我們可以準備我們的包圍 謝謝 那為什麼我們會比較重點放這個鮭魚 其實 鮭魚這個產品 其實在台灣的餐飲界 使用的非常快點 但是大部分的使用 都是這個養殖的鮭魚 那阿拉斯加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阿拉斯加是一個 利把禁止魚類養殖的粥 所有的魚類都必須是野生的 那我想這是阿拉斯加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那今天我們介紹這個鮭魚 就是來自阿拉斯加 那既然鮭魚在台灣 事實上 大家練它是比較陌生的 因為我們進口的 我們吃的鮭魚大部分 都是目前來講 它們都是來自於養殖 就是向往養殖 這個產品 馬上下一個 這個東西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就是 sum.com.tv 可以看到這些詳細的資訊 那我想今天用鮭魚比較快速 所以我們實際上量比較少 油分海洋在這部分 其實我們在做的野生鮭魚 大概做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阿拉斯加 光是阿拉斯加這個州 大概跑了不下二十次 各個港口去釣出這些產品 那野生鮭魚 事實上 我剛才講 剛剛跟養殖鮭魚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下一個 全世界的鮭魚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這條線 這個是兩隻鮭魚的產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遠遠超過野生鮭魚的產量 那粉龍斯這條線呢 它是一個野生鮭魚的產量 事實上 它是相對的穩定 它是非常穩定的一個數量 那為什麼我們在談這個東西 其實高雄是個海港 高雄的消費者 高雄的這個餐廳 對海鮮都有非常多的認知 大家都喜歡 其實大家都喜歡野生的東西 那其實中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面臨的就是 資源的穩定性的問題 如來如我一樣 那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條粉龍色線的寶貴時數 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穩定的 一個海洋的資源 那下面 全世界的鮭魚裡面 所以目前來講 大概養殖的鮭魚 是野生鮭魚 是兩倍的 以全世界的產能來講 那所以難怪在台灣 可以看到的鮭魚 大部分都是養殖的 那下面 台灣鮭魚的進口量 大概我們從那個橘色 對不起 黃色條線 是冷藏的 空域的養殖鮭魚 然後呢 藍色條線 是冷凍的養殖鮭魚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我們的量 佔的比率非常高 那黃色條線 才是冷凍的野生鮭魚 那2003年 其實有一陣子 進口量比較多一點 其實這個是在 我們能夠做一些 比較低價位 就是 那種 蜘蛛餐在用的 我們會進的 這個白鮭 小鮭魚 跟切的這種東西 事實上 只能有一陣子 進口量會比較多一點 我們按下一個 OK 什麼是頂級的鮭魚 其實鮭魚的好跟敗 做我們在一個餐飲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第一個考慮到它的 美味 那除了很多味之外呢 另外一個 在現在的這個環境裡面 它的食品衛生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只要去達到這兩點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考慮 就是說這個產品這個資源 好是不是永續的 好是不是永續的 我想在非常多 比較先進的企業裡面 我想在很多餐廳裡面 現在甚至已經有很多餐廳 開始 不願意提供魚翅 這類的產品 好那我想在很多這種 先進的企業裡面 都會考慮到 每一個產品它的這個資源 有序的問題 好那我想 主要頂級的鮭魚 其實可以滿足這種 這些條件 但是事實上 又不是所有野生的鮭魚 它都有相同的品質 並不適值 底層鮭魚 我們應該提到有五個種類 好從體型最大的帝王鮭 到體型最大的帝王鮭 到體型最小的帝王鮭 就是這個粉紅鮭 事實上它體型的差異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的價錢 它的價值 它的口感也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再過來 不同的鮭魚 有不同的捕撈 都處理的方式 那不同的捕撈方式 這個也會影響到它的這個品質 然後它的捕撈的地點 捕撈的季節 捕撈之後 處理的方式 所以都是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蠻像眼 我們就有一小段影片 稍微看一下 我們來點一下那個影片 這個影片大概時間蠻短的 OK 這個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這個 所謂的Troll Trolling 我們現在 跟大家介紹這些東西 大家 我們那個 Angely的宿舍姐 準備了非常好的獎品 但是我們也會想問 這個魚都是一條一條釣起來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 它有這個 一個動作 把魚面敲昏 因為我們必須 有點像我們在電載機 出的時候 先要把 它這個 這個 這個 中神經把它 就是把它打混 打混以後 避免它的掙扎 產生的也算 所以就把魚的理直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因為這個魚是一條一條釣上來的 所以在船上是一條一條樹 每條釣上來的時候 就馬上把這個 內臟 頭啊 這些東西 把它去除掉 然後快速的進入一個 一溫的流程 所以這種 一條一條釣起來的 這個魚 它就屬於到品質 跟一網一網抓上來的 品質 就是不一樣 那我想這也算是 價值所在 那阿拉斯加其實 這個脫掉鮭魚在比較集中 那裡 稍稍為SG 就是西南阿拉斯加 那這個地方 大概有幾十條 這種小型的船 專門在做這種釣的鮭魚 這個鮭魚 產量佔所有阿拉斯加鮭魚 不到百 一網鮭不到百分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鮭魚 本身除了它的種類 這個魚種比較少 這種大型鮭魚比較少 另外有這種 這種鮭魚的方式 也是比較有反復 所以不是那種 可以大船 可以一網一網的撥到 這樣 那下面 OK 鮭魚有很豐富的養分 我想這一點 大家都應該都很清楚 可以馬上下一頁 然後鮭魚上來 我們可以看到 它必須要很乾淨的 除了內臟清除掉以外 它的這個脊椎底下的那個 鮭魚燙 也要把它刮清洗乾淨 那個事實上是一個 腥味的一個來源 大家知道那個是鮭魚的什麼 魚的什麼器官嗎 它是魚的腎臟 OK 馬上下一頁 所以那個要把它清除乾淨 所以必須要清除到 非常乾淨的狀況之下 這個魚這些味道 才會留在魚肉裡面 那我想大家在海邊 在地區釣魚 或者在魚上海裡的時候 其實你會注意到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 有這麼詳細的去處理 有這麼仔細的去處理 這個鮭魚看到它後續的品質 馬上下一頁 你看到這個鮭魚冷凍起來 其實鮭魚如果在海上凍結 跟在路上凍結 事實上是有不同的品質 所以漂亮的鮭魚 它出來會是一個銀牌色 這種我們是說 Sewer Bright的這種 這種顏色 這個也是它的鮮度的一個保存 OK 馬上下一頁 然後呢 這些鮭魚 我們必須要最快的速度之內 把它冷凍起來 那為什麼要冷凍起來 其實阿拉斯加那個作業的魚場 離我們的消費地 離岸上會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如果用冰箭帶回來 跟冷凍帶回來 其實品質會有差別 那我想 這個兩種生產方式都有人在做 但是如果說今天這個魚是海洞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寫了 FAS Frozen SC 海上凍結 那個價錢都品質 就跟Den Flosser 就是而已不一樣 它會上凍結的 另外在現在我們比較注重環保的一個時代裡面 其實冷藏的魚 頻繁的廣闊 海上跟路上 產生的二氧化氮量 是非常高的 要用很多的油 所以這也是他們的考量點 就是說在冷凍方向 其實是可以減少這個氮排放的 下一頁 一個好的魚 最好的海洞 所以我們可以在45分鐘之內 把中心溫度動到零下22度 動到零下 在45分鐘之內 再可能釣下來的狀況 也就是說 這個所有的魚 魚死掉 魚是軟的 但是呢 它死亡一段時間的時候 當然那種魚 跟它暴力的狀況不太一樣 它會經為一個僵持期 那我們在做交通凍結的時候 事實上在僵持期裡面去凍結 魚會影響到它的體質 所以 這個魚可以做到在 我們叫Fly Rigger 在僵持期之前 就要把它凍結完成 事實上 這個魚很amazing 很奇特的地方 它解凍之後 如果你的保存條件 你要好 你的解凍方式好 解凍之後 它還要用進度這樣子期 它是軟 它起動之後還會進度這樣子期 是它整個腹壞的過程 其實被中斷 被挺在那個前面 那假設以後 我們現在的市場 它的腳法 或者是日本的腳法 那個叫做瓦拉 活肉 所以基本上 就我們以來做生意片的問題 事實上 大家可以想清楚 它現度是絕對非常優秀的 蠻想念的 那麼這麼好的魚 其實冷凍來到台灣 我們怎麼去保存 所以就我們的處理方式來講 事實上它整個處理過程 我們是製造 那個黑尾附羅在處理 所以進來台灣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 零下55度以下的那種大型的超低溫的冷凍庫裡面 那事實上在零下55度以下 大家會了解說 它幾乎可以把所有的腐敗 品質 理論上是可以啦 食物上當然是不可能啦 但是它的腐敗就已經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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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慢了 OK 那下面 那這一點 那這一點 可能會比較 也是很特別的一點 我們現在很多產品 為了衛生安全的問題 在談這個產銷率 確實必得挺 的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 其實這問題 是突然間從哪裡來的 我們在 我們從深海 這個海鮮食品 的這個 這個產業 大概將近 快30年的時間 事實上 我們可以追溯到最早 就是阿朗斯嘉 有一個 漁夫 叫Busco 他 當初在 在經營他的產品 就想把他做得很好 那只能是做到管理的 所以他把每一條以上 都打在一邊 每一條以上 都打在一邊 好 那是在1970年代 那麼在之後 慢慢的 1980年代 挪威人 在做鮪魚的推廣的時候 他也是去做那個標籤 那我想 他已經 已經是40年前的事情 所以 我們可以 可以看得到說 最早來做這個 海鮮的這個 這個 這個採銷履歷 這種漁業紀錄的 是 在Busco 那時候 也就是在做阿朗斯嘉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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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現在的 這種有很多 IT的技術 導入 現在的管理跟以前 已經不太一樣了 但是整個 concept 那個觀念 是來自於 Busco 這邊在做 衛生櫃的這個標示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謝謝你 在台灣 我想 永生海洋在台灣 我們做的主要都是認真海鮮 那我們 在 長時間的 做這個 這個 進口之後 其實我們 保留下來繼續做的產品 已經非常少了 那 鮭魚是啟動的 阿朗斯嘉的鮭魚是啟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非常優秀的 環保的管理資料 這個 這個標章 我想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到 在這個 阿朗斯嘉在做這個標章之前 他的前身是做 MSC 這個呢 有比較多的人知道 環保認證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的環保認證 但是阿朗斯嘉其實 他已經 從這個 MSC 這個屬於個人的 差不多到這個 現在是FL 就是聯合國的 職人育業認證 所以現在整個州 其實大家看到的這些產品 大部分都已經 在這樣子的國安制度下 所以我們這樣說 這是一個環保認證 它不是只有采造裏地而已 它還有環保認證 那這個環保認證 其實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它有所謂的這種 風度優先 那這個講起來有點反覆 今天時間不太適合講這個 但是我一個最簡單的觀念 來講什麼 叫做風度優先 就是說 它要去計算整個大自然裡面 大自然裡面 必須要留存多少鮭魚 因為鮭魚不是為了留存鮭魚 鮭魚是阿朗斯嘉 它所有幾乎所有動物的食物 從天上飛的老鷹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紀錄片裡面 熊在殼裡面抓鮭魚 還有印第安銀要抓鮭魚 還有全世界 美國的市場 世界很多人都要吃鮭魚 對不對 到底是哪一個是最優先的 大自然會最優先 所以它們要先保留最大部分的鮭魚 給熊 給老鷹 給狼 去吃 人 排到最後面 所以這個在我們所謂的風度優先的 簡單的概念 當然這個管理就非常複雜 阿札最後鮭魚管理已經超過30年的時間 那我想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把它留下來 因為我們很希望未來所有的這個魚業 能夠有這樣的概念 確保我們的海鮮可以是源源不斷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很新的一個概念 FPA的這個 這個責任魚業的整個 OK 關一下裡面 好 那個 位於有很多不同的這個 這個品質 那我想 這個品質 位於不管在美國 在歐洲 在日本的很多民族 都有很高的一個配件 但是在台灣 大家吃鮭魚 OK 其實等一下有機會 可以試試看我們 杜老師 對我們精進製作的這個鮭魚 這次直接完成摸鮭魚 看到是鮭魚吃到的感覺 已經閉起來 是完全不一樣 好 那差別在哪裡呢 我想給大家 待會兒來 來自己來探討 OK 我們來下一頁 好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大概有幾個不同的產品 有不同的分解方式 那 在最後 我的報告結束之前 我想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11月1號到4號 在高雄有個 食品展 好 那永生也會 今年11次來高雄參展一下 我們參加 台北的國際食品展 好 那所以大家有機會 歡迎可以到 10月4號到4號 11月1號到4號 高雄的食品展 來有分開會 我們有更多鮭魚的資料 可以讓大家來分享 謝謝 謝謝先生為我們介紹國文鮭魚 然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仔細的聽 因為等一下有 有兩針打 然後有精美的小禮物 然後本次研討會 特別以著名的阿拉斯加鮭魚 波士頓龍蝦和美東干貝 美東干貝等三種 美國當代的海鮮為例 最為教先入的介紹 好 在烹桃展示上 我們以乾淨永續和健康的海鮮概念 並且運用了美國海鮮食材 結合台灣本地的蔬果 展示美國當代的料理 體驗運用好的食材 產生不同的口感 也藉由邀請學界和業界專家 了解這些食材的生產軌跡 學習不同的飲食文化 也尊重我們地球永續生態 然後再次讓我們歡迎 國立高雄參與大學 西楚系技術副教授 圖國川先生 為我們示範海鮮料理的飲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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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大家早安 歡迎 來自各地的朋友 我們今天做一個 對阿拉斯加 還有美國的一些海產 做一個示範 學習應該和大家一起來交流 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 現在在做用餐的時候 不是只是吃飽而已 我們就是說用另外一種形式 可以有那個感覺 還有讓它做出不同的風調 用科學的方法 所以今天用示範菜 就用最傳統的菜 還有一些人家最近的分子料理去做風調 所以會有三道碳 第一個我們就是會做 乾貝跟鮭魚去做一個結合 還有龍蝦 第二個會用鮭魚加上 中式醬油的方法去風調 第三我們用阿拉斯加 加上水果的分子去做風調 好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今天的 好,那我們就先做第一道 阿拉斯加番茄蟹肉沙、哈密瓜粒 好,我們把阿拉斯加的肉取出來,把它蒸熟 我們用本地的番茄去搭配 我們的醬會用蘿勒醬去搭配 好,那我們用到一些番茄的菜 很簡單的番茄菜,用哈密瓜去搭配 所以我們把那個哈密瓜的果汁 好,第一個我們先把番茄把它去皮 去皮以後燙手,然後我們把那個蔬菜去 跟那個沙拉來做搭配 好,那我們先把我們來做分子料理那個阿密瓜汁 我們把阿密瓜汁 把阿密瓜汁 阿密瓜汁我們加上 兩公克的核藻礁 核藻礁是一種深海的核藻礁 好,那我們把它打散 好,用菌子機 你用果汁機也可以,我們現在用果汁機把它打散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準備一個 礦物的鈣鹽 好,這邊上面有那個比例就是用 500公克的水 加上那個2.5的鈣鹽 我們把它溶解 等一下我們就利用它這個方法來做 好,完全混合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可以倒在這個容器上面 好,利用它真功的方法 那我們就把這個 抽取到裡面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 把它吸滿 利用它這個方法 你就滴在這個 蓋鹽水裡面 它就會形成一個球體 好,這樣就很快可以做成一個 像我們用西瓜汁、柳橙汁或者 一些甚至可樂 也可以用這方法把它做成一個可樂球 好,它這樣就可以做的 這個量比較多 好,我們讓它靜置一下 準備一個乾淨的水 把它撈起來 好,它就會凝固了 凝固以後 放在這個水裡面 它就變成一個球體 好,這樣吃起來 它蜜瓜的果汁就在這個球體裡面 好,我們讓它泡一下 好,第二個我們來做番茄的部分 把它燙熟 好,我們把這個生菜 生菜我們把它調味一下 好,那再把它靜置一下 就可以把這個球把它撈起來 好,我們先來拌 我們裡面要的那個沙拉 好,我們可以用一些 新鮮的那個沙拉 好,我們可以用一些 好,我們用一些煮熟的這個 阿拉斯加蟹肉 好,我們這裡面用上一些 乾淨的 少許的胡椒 好,我們去煮熟 它餡顏 好,我來面試一下 加醬 好,我們把它攪拌 好,這裡面也可以用上鮭魚 也可以用阿拉斯加蟹肉 把它切丁 或用單背在裡面都可以 就可以更豐富 示範的時候就是單一用這個 它除血它的那個不同的味道 把番茄燙過以後 把裡面的籽把它挖空以後 我們把這個蟹肉裝在這裡面 可以把它擠滿 就跟一些沙拉還有生菜這些把它 如果讓它可以把它冰一下以後 讓它更紮實一點就可以 就可以來盛盤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又快速的開胃菜 我們有準備一個清架 清架就是來用那個 佛樂 佛樂把跟那個松子 還有剛才我們把它打成零 我們來做它的底部 那我們就可以來裝盤 好 那這個比較扎實以後 我們這邊把它切 把它切換 切換 好 我們把這個清架 我們在底下把它刷一層 好 我們把這個切開 好 我們把這個切開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才撈起來 撈起來的那個魚子 我們把它放在上面 好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裝飾 好 夏天就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裝飾 好 變了我們可以來做一個雙搭 好 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包子 把番茄把它裝進去 把番茄把它裝進去 讓它霜味 一個是用蟹肉 一個是用打蛋的方式去把它裝起來 好 我們把番茄放在這裡 好 那另外一個用鮭魚 鮭魚來 你要它豐富一點的話 就可以把兩種加在一起 鮭魚 鮮鮮的鮭魚肉 好 鮭魚肉 拌上一些橄欖油 讓它做打蛋 還有肉鮮 好 這個就是鮭魚 它的肉質就很緊密 顏色也 顏色也蠻上色的 好 我們一切把它切成 好 那這個跟酪梨去搭配 好 我們把它調味 好 我們把它拌一下 往上來把它拌一下 好 我們這裡面呢 用上一些乾燥油 再上一些鹽巴 酪梨肉 我们把它切丁 切丁拌在这里面 酪梨也是一个蛮营养的食物 把它切成丁拌的大小一致 像这个熟度就刚好 太深它的味道也不太好 它这个熟度来搭配海鲜都不错 好 我们先把它切成丁状 好 我们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就可以 可以装在膜层面 用这个一圈膜把它压 好 如果喜欢你有点酸的话 我们也可以加一点一萌汁在里面 好 我们就把它压 扎实 好 有点柠檬味在里面 好 那我们把这个柜呢 这个部分我们就把我们刚才拌的 我们这边可以把一些蟹肉 拌在这里面 装在这里 好 跟上一些生菜 好 跟上一些生菜 因为这个鲑鱼 因为这个鲑鱼 这个哈密瓜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装饰一个那个下鲫 好 这个也是一个让它丰富一点的那个开胃菜 好 在旁边呢 淋上一点点的青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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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那个 好 所以它会有两双的 一个是蟹肉 一个是鲑鱼 好 第二个 这种牌做的是 阿拉斯那个波士顿龙虾 波士顿龙虾 我们把它取它的肉 好 波士顿龙虾的熬它蛮大的 它的肉 它的肉 可以做别的用途 它的身上 我们把它的殼 它的腹部剪开 然后把它取出它的那个龙虾肉 好 这个早上它还是活的 所以我们把它 硬正一下 它就很好脱膜 好 好 第二根的干贝 跟鱼的部分 一个是用菠菜 用菠菜 另外一个是用那个 斑红花去 调它的颜色 那 斑红花它本身 也跟海鲜也非常搭配 好 我们再把这个龙虾把它 剝起来 好 取这个龙虾肉 它这个壳我们可以来熬一些酱汁 好 从龙虾的部分 从中间把它剝开 它顺便看它有没有一些长泥的部分 好 好 那会有做两个 一个这个就是用那个美冬的干贝 加上菠菜 把它打成绿色的 把它打成绿色 另外一个就是干贝呢 用加上一些鱼 把它打成斑红花 刚刚把它打成黄色的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它包在里面 好 这一道菜我们也会用到一些 高山的娃娃菜 还有一些 把它配在一起 然后把卤笋 两边这个龙虾一样大 把它放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好 这个就是干贝 我们打成绿色 用干红花 干红花我们就是 它是比较对的 像我们把它泡一下 把它拌在这里面 就成为金黄色的 然后把它抹在这个 它的上层 好 就是把这个卤笋盖住 好 它如果说会黏的话 我们就准备一些水 好 来沾的话 让它不会沾黏 好 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做它 像古典的菜 古典的菜 它可以当做一个搭配白酒 那今天 也有准备美国的白酒 可以来搭配这一道 好 我们把它抹得光滑一点 那第二层呢 我们就用这个 菠菜 菠菜的部分 我们把它抹在它那 第二层 好 我们在做菠菜的时候 如果你要它颜色绿一点 我们就用来萃取叶绿素 一般我们在做叶绿素 我们可以把菠菜 或者是绿色的东西 用火仕机把它打散 打散以后我们再回去煮 煮起来让它的油水分离 我们绿起来 那个绿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冻起来 它的煮起来的东西就 天然的叶绿素 煮起来 它颜色就不会变色 好 好 我们把这个抹上这一层以后 我们把它卷起来 捲起来 捲起来 我们现在去蒸一下 照这个龙虾的形状 我们把它塑起来 笔起来 血圈 工会 来 穿emos 我們也會搭配一些臺灣的 待會這個蒸手的時候 我們再把一些 你用紅椒 或者是娃娃菜 或者是高麗菜 我們可以把它包在外面 我們再來切片 來搭配 我們要在裡面蒸到用 80度 87度 我們給它蒸差不多15分鐘 15分鐘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那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蒸 那我們來做 下一道 將尖鮪魚佐魚露球 這道菜就是把 中式的魚露的方式 我們用分子的方法 去把它呈現 所以我們會用到一些醬油 這樣我們就要來做這道魚的醬汁 做它的魚露 還有水 我們需要一個就是 紅海藻椒 另外一個是 可以經過高溫的燙熱椒 燙熱椒它本身可以耐到90度 所以我們這個方式 例如來做三飛機 也可以把這個燙熱椒 在這個雞肉上面 那 就不會吃到那麼多油膩的醬汁 我們就可以直接蓋在這個雞肉上面 那去把它加熱 它也不會 好 我們把這個把它混合在一起 好 醬油水 我們要去煮 好 把它打散以後 我們再去把它混合一下 好 醬油 醬油跟水 這是核桃椒 好 我們還有這個 傑林燙熱椒 燙熱椒它是從那個水生植物 萃取的一口 那個膠質的東西 它可以耐到90度C 90度C 好 那個 燙熱椒是1.2 1.2克 1.2我把它整個混合下去 把它煮 把它煮散 那其實今天的魚 我用阿拉斯加的鮭魚 你用蒸的 也可以用這個魚露 然後這個 在客人吃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咬 我們的魚露就會放在這個魚上面 好 我們用經典的客人的 湯熱椒 好 如果家裡用那個 沒有這個攪拌的話 我們就用那個 火雞液 也可以 我們把它打散 打散把它回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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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的那個 甘甘的蓋炎 好 我們會一個用魚露 一個用蔥跟薑來做它的 泡溫 風氣 好 把它煮滾 煮滾讓它稍微降溫一下 好 另外一個我們就要來做蔥姜的那個泡沫 所以等一下我們把蔥清洗乾淨跟這樣把它炒出它的味道 好 不容易消失 我們講這個人除了吃飽之外 就是那種 吃也有那種意境感覺 好 那我們可以把空氣 有味道的空氣 把它入口即化 配這個魚擠吃 所以我們在第一層會用到這個奧末 第二層會用這個魚露的火焦 好 好 煮到它滾 好 那我們另外準備一個鍋子 我們要把那個姜片蔥我們把它炒一下 好 它滾的時候 我們稍微讓它溫度降在 它不是很胖 就可以來做這個魚露的球 然後我們就吃飯了 好 好